穿著黃色Polo山的安德魯 拿著礦泉水的雙手被上銬 雙腳同樣也是 首都被警方借提出來 就是因為跨國道領集團 還有2300多萬元的贓款 下落不明 安德魯落往後一度不配合 製造偵辦斷點 這座筆錄拖時間 關鍵問題不回答 但似乎知道台灣玻璃市 不是省油的燈 我告訴你 你都在擔心英文還是中國 我知道英文 這是安德魯17號在宜蘭落往 眼神中充滿著不屑 但是才短短三天 明顯有了變化 安德魯從高傲的態度 變成眉頭深鎖 原以為天衣無縫的犯罪手法 碰上豬一樣的隊友 最後大勢已去攻出了 錢藏哪裡 破案關鍵就在安德魯11號 離開軍院飯店時 手上領著一個黑色蹄袋 一次就藏著盜領得手的 2000多萬贓款 12號離開日租套房時 手上仍然提著提袋 不過走出電梯後 他來到萬華成都路一帶 提袋卻不翼而飛 關鍵贓款就在這個路程中消失 但他不肯吐露實情 警方懷疑他可能打算黑吃黑 自己獨吞 專業小組原本掌握到 11號清晨5點多 其他盜領車手 在喜來登飯店後巷 將盜領來的贓款交付給巴比 但安德魯落往後第一時間全推說忘了去過哪裡 最後關鍵 警方再度拿出監視器畫面 來的時候手上有包 離開的時候 替代卻人間蒸發 讓安德魯認了 原來把錢丟在公園的山坡邊 記者呂龍神少祥 跳動 中天電視 全新製作強檔大戲 美好年代